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意这个观点 大战一触即发 慧英红舌战众人 越说越激动 从理论 实践 谈到自己的亲身经历 但始终没法服众 甚至 他说到了自己的自杀 激度哽咽 激动泪流 试图告诉薛凯奇 改编迫在眉睫 否则也会和他一样走入其路 但许少雄说 他不会自杀 他没那么差 台下 慧英红忽然失控 冲许少雄大吼 你是说我很差吗 之后 怒摔文件板冲出摄影棚 所有人傻眼 不知如何是好 当晚 这个片段就冲上热搜 引发热议 几乎所有人都站到慧英红的对立面 说他霸道 专制甚至认为他故意炒作 嘲讽他 说完就哭 演技真好 不愧是影后 但那是真相吗 不是 慧英红之所以那么激动 是因为那是他生命里最沉痛的伤 二与薛凯奇一样 慧英红也曾患抑郁症 当时他38岁 恰逢香港电影市场转型 文艺片抢占熬头 武打片逐渐没落 而作为港圈赫赫有名的第一打女 他的演艺生涯也受到重挫 因过去只拍同类型的角色 他被标签化 市场认定他会打不会言 没人给机会 渐渐的他无戏可拍 事业的节节败退 让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起初 他迷茫 恐慌自己可能被市场淘汰 后来 他开始逃避 他每天假装出门工作 实际躲在家中 有戏上门 他也拒之门外 最严重时 他一个多月不出家门 还故意隐瞒家人将自己锁在房中 他夜夜难眠 甚至出现自言自语的症状 有一晚 他长久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问道还能怎么办 呼的耳边传来一个声音 那就走吧 从天之骄子到无人问津 他无法面对现实 最终吞下几十颗安眠药 想了结残生 慧英红很幸运 家人及时破门而入 将他送进医院 恢复一时后 他看见母亲妹妹哭肿的脸 那是他不曾看过的场景 愧疚涌上心头 他才发现自己多么自私 那之后 慧英红接触了心理学 走上了治疗之路 为了搞清楚自己的病 他考了情绪病治疗师的牌照 还当了九个月情绪病医师 他终于明白原来抑郁的种子 在更早前就中进了心理 三慧英红曾说 我这辈子的最痛就是没有童年 他本是贵族之女 可惜还没出身就家到中落 后来父亲又迷上赌博 被骗光家财 全家沦落至五毒俱全的湾仔 苦涩 是慧英红最熟悉的味道 他才三岁 家里就因太穷 把哥哥姐姐送去戏班 他只能哭 不要走 不要走 但没人在意他的话 同一年 超强台风温带正面洗港 吹散无数家庭的家园 电影《岁月神偷》曾还原过这场风暴 主角罗爸 罗妈保住了家 但现实中 灰英红一家就没那么幸运 房子倒了 他们无家可归 只能住在大厦的楼梯间 每天的伙食 全靠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到酒楼乞讨 剪些残根剩饭 成长的时光里 他见尽人性悲凉的一面 有人为了钱出卖身体 有人沉迷XD 命丧黄泉 而他为了撑起生计 也终日穿街走向 杂接卖口香糖之名 行乞讨之时 美貌是优势 嘴甜是武器 而讨好 是生活给他上的第一课 回忆童年 他唯一的甜 都揉杂着尊严被践踏的伤 一年中秋 从外面回来的父亲 掏出一个月饼 鸡肠鹿鹿的他 顾不得任何人 将月饼抢了过来 狠狠咬了一口 那是他第一次吃月饼 很甜 很香 但他每次想起 却总忍不住哽咽 我知道 爸爸肯定是求了别人很久 才能得到那个月饼 成名后 他曾说 三岁的我就有十岁的思维 似乎一出生 他就已经懂事 苦难使他明白 未来的方向 便是带着家人走出湾仔 不管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刺激遇在他13岁那年 敲了他的门 美丽华招聘舞女 那是香港当年最大的夜总会 面试通过后 他从临经验的小白 到带着五对全国巡演的领舞 只花了九个月 月薪一千五百 手下的人越来越多 但慧英红始终清楚 这不是他的归处 夜总会只是一块跳板 他想当演员 1974年 导演张车到美丽华玩乐 意外被舞台上的慧英红吸引 像 太像了 他就是金庸笔下的慕念词 后来 张车拍摄《雕英雄传》 他也拿下第一个角色 实力作底 运气加持 慧英红成了影坛星宠 张车任他做干女儿 李汉翔教他演戏 刘家梁甚至为他量身定做电影 这部电影取名长辈 上映后 震惊四作 慧英红也借此走上颁奖典礼 拿下香港第一届金像奖影后 那年 他才22岁 但荣耀是拿命换的 作为武打演员 不管动作多危险 他都要求亲力亲为 拍长辈 他茫长破裂都浑然不知 直到疼痛难忍 站不起来 才赶往医院 结果 熬成腹膜炎 全部内脏都流浓 命悬一线 但手术仅过了九天 他就偷溜出院 回到片场 继续玩命拍摄 拍扭计杂排军 他直接从13米高楼 直线往下跳 双腿卡在榻榻米的空隙之间 小腿被强行掰断 因拍摄地隔天就要拆 他只做了急救处理 石膏都被没打 就又被抬回片场 最终 是武术指导抱着他 拍完所有打斗场景 正因成功来之不易 慧英红一直胆战心惊 他对自己极其可可 绝不允许自己再坠入深渊 然而尽管他已经拿下影后 作文第一打女的王座 市场的变迁总是猝不及防 他是前浪 也被率先拍倒在沙滩上 很多人不理解 他为何会走向极端 他是那么坚强 但由于自小生活在底层 他拼了半条命 才好不容易走出绝境 演戏是他最后的尊严 无戏可拍 触动了他最原始的恐慌 如他所言 从小就在街上讨饭 你一放松 地盘就给人拿掉了 他太怕回到过去了 无好在 慧英红还是活了下来 历经生死 他的思维也转了个弯 再次握紧命运的方向盘 他不怕重头开始 逐一联系过去的人脉 球戏拍 主角演不了 那就演配角 他没有孩子 后来却成了妈妈专业户 凭借不懈的钻研 他将每个妈妈都演到极致 演出独一无二的质感 秦天大圣里 他是慈母 即便是人唾弃他女儿面容丑陋 他依旧无比宠密 不足一分钟的镜头 他却将恋爱与狠辣 诠释精准 心魔里 他是一位控制欲极强的母亲 影片结尾 他因即将失去儿子控制权 一直逐渐崩塌 最终一边落泪 一边鬼笑 这一幕至今疯神 血观音里 孩子成了他的权谋工具 但一的冷血不难掩 难的是 注入1%的母爱本能 但 灰英红做到了 幸运是你里 他将孤寡老人的生活 徐徐展开 他不是母亲 却甚似母亲 后来 他又聚焦残障家庭 在我的非凡父母中 他饰演了一位 愧疚无助的失明母亲 他哭干了泪 观众也在一幕前跟着大哭 复出一三年 慧英红终于重回巅峰 他再次成为 影坛制作金字塔的塔尖成员 包揽各大颁奖典礼 但他比谁都明白 演艺圈如同斗兽场 每天都在上演残酷对决 容不得半分松懈 唯有真正对演戏有敬畏之心 敢拼尽全力的人 才有可能突出重围 六节目上 他共情力极强 会将没事的挂在嘴边 体谅每个后辈 何与武术耐力不足 他敢同身受 联盟宽位 没事的 动作演员的确是比较难的一个项目 周科宇自信不足 担心粉丝接受不了 自己拍文戏 他也很体恤 鼓励到 没事的 只要你的实力到位 不管你做什么 粉丝都会支持 沈月怯场 自我介绍时 全程哭腔不断 他立马冲她微笑 表示没事的 让她自己处理 但同时 她又很急切 自己淋过雨 她希望为每个后辈打拔伞 其他人暗暗给沈月扣分 慧英红却会提出建议 她给她真实的评价 以及具体的改进方案 后来沈月哭着下场 慧英红甚至一路跟着过去 紧紧抱着她 她始终没放弃她 反复叮嘱着 让她强大信心 后来薛凯奇上场 因为了解过她的经历 慧英红感同身受 一直密切关注着 当众人还在客套 说她美貌依旧 慧英红立马嗅到危机 站了出来 告诉薛凯奇真相 敲响景中 执迷于皮像 饰演员大忌 她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苦口婆心道哽咽 不是因为她好人为师 而是她比谁都清楚 想要东山再起的薛凯奇 正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她点出问题 回的 是助她一臂之力 在她人眼中 慧英红是太过激了 这份过激很不体面 作为一个成年人 尤其是一位影后 她有千万种方式 表达自己的爱意与迫切 但她却失控了 我想或许 是因为她太了解 一个人将路越走越窄 被市场和世界抛弃的可怕 她看着薛凯奇 就像看见曾经的自己 她担心这个女孩 也会像她当年那样 走入死胡同 耽误时光 最后荒废了自己的才华 那个片段里 所有人只注意到了 慧英红离谱的崩溃 却很少人听到 她离去前的心声 她声音哽咽 语气却坚定 她对薛凯奇说 我知道可以的 因为我都可以 你一定是可以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